您可能不知道 泉水的味觉天风一饼 他对于美食的这种品味 甚至超过了很多的美食评论奖 我们酒店能升为五星 全靠他呀 别说这没用的 小子 我不管你五星六星 从此以后 烧打我女儿的主意 听见了 走 泉珠 您听我说一句 您把泉水带走 没有问题 但请您听我说一句话 泉水当不了美食家 不是他的损失 是美食本身的损失 行了 行了 别说这空洞无用的话 爸爸 你给我一次机会试给您看好不好 我知道在你眼里 我是一个没有能耐的女儿 但是 我就是要这一次机会 如果不成功 我再也不提什么要求了 行 我答应你 我答应你 这是我让后厨做的二十盘土豆丝 您和泉水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尝出 哪一盘是我们主厨做的 你还能够认识 为了公民起见 答案在这个信封里面 机会爸可是给你了 如果不成 什么也别想 踏踏实实给我回去工作去 记住 如果我输了 马上就回图书馆工作 再也不跟你提这个事 这二十盘土豆丝 有几盘的味道都很相像 这二十盘土豆丝 在味道上分为三个层次 在味道上分为三个层次 这位厨师在做饭的时候有一个习惯 他会用油鲜炒盐 让盐的味道更香 这位厨师在做饭的时候有一个习惯 这位厨师在做饭的时候有一个习惯 但我认为只有七号这一盘是大厨炒的 七号 十号和十五号 出自一个人之手 所以我认为这三盘都是主厨做的 公布答案吧 小子 十 七 十五 全是吧 您看 全是就是有和别人不一样的味道 天赋一饼啊 葡萄 我表着 ihr 说着啊 坐下跟爸爸聊会儿天吧 我记得你小时候 你的理想是当一个主持人 那都像上辈子的事情 哎呀 为了你这个理想 你是自个儿还逃学呀 背着我去参加学校的 什么什么小主持去练班哪 爸爸去给你救回来了 你要是不把我救回来 我也考不上大学 说实话 我这四个丫头里呀 爸爸就是觉得 你最有读书的潜质 我想让你上大学 我想我全来 不管有多大困难 我要把我这三丫头 培养成一个博士 爸爸 都是我不争气 读到研究生就读不上去了 我今天这个事啊 我挺感谢郭冲的 一下子让我清醒了很多很多 这么多年是爸爸错了 爸爸跟你道个歉 没有爸爸 我一点都不愿意 这样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了这回 是爸爸的错 我必须得承认 你知道吗 你小时候就有人跟我说 你这个人哪 个性特别软弱 没有主意 其实 你跟你那几个姐姐一样 特别聪明 闷闷功课都是一百分 而且还就是你爸 还特别爱出风头 唱歌啊 跳舞啊 显示自己特别活泼 可是我有四个姑娘 爸爸就想 我这老三哪 吃饱了 穿暖了 跟那几个姐姐相安无事就好了 反而没有注意 你的个性的发展 让你对自己 慢慢失去了自己的希望 真的是爸爸不对 我一点都不愿意 爸爸 是 是 委屈你了 孩子 委屈你了 我本来就想着 让爸爸省心就好了 可是 这回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了 对不起 爸爸应该让你去做 你喜欢的事 只是我 我 我们这些人哪 跟你们的想法不一样 图书馆 那个工作是铁饭碗 是在体制内呢 你知道吗 不能轻而易举就把他放弃了 这样行不行 爸爸同意你到国宠那儿去兼职 图书馆的工作 咱别辞 行吗 一定 一定 爸爸 我一定兼顾好两边 这我就放心了 我从那儿的小子 挺有眼光的 你跟他好好干 谢谢爸爸 去睡吧 婶儿